哈啰,大家好,今天比較輕鬆一點沒有什麼科普的內容 就帶大家騎騎車看看青脈的街頭風景 然後我們就順便逛一下泰國的傳統市場 在這邊還是不免稅準一下 如果你打算來泰國騎車的話,那一定又申請國際駕照 然後一定要隨身攜帶你的國際駕照跟你的護照 因為警察不會因為你沒有戴安全帽而罰你 但是如果你沒帶國際駕照的話,那就是500泰銖了 別問我為什麼知道,說起來都是累啊 在泰國你左轉的時候就靠左,右轉的時候就靠右 沒有什麼分幾段轉彎這種奇怪的設定 那至於你走左邊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在上路大概不到兩分鐘就習慣了吧 那在青脈其實普遍都不怎麼戴安全帽 不過我們自己還是戴了安全帽啦 畢竟生命還是自己的齁 你看這兩組老外,多愜意啊 對泰國的陽光啊,幾乎是完全免疫啊 我覺得人生就應該要這個樣子 但反正我是辦不到啦 在別的地區我不確定 但是在青脈呢,基本上駕駛不太容易對你按喇叭 除非你的行為真的是太誇張了 亂剪線啦,或者是突然煞車之類的 不然等體而言在路上其實是輕鬆的 不會有壓力的 那這裡也沒有什麼汽車道啊 機車道這種鬼東西喔 馬路就是給車子走的 大家互相其實就沒有什麼對立的問題 那機車本來就有機車的效率 汽車有汽車的舒適 就看你選哪一個囉 我看不懂為什麼台灣這種事情可以站半天喔 好啦,扯遠了喔 你看這裡有一個紅燈 但據我觀察喔 這個紅燈基本上如果沒有行人經過的話 車子是不會停的 可是在有些地方啊,即使沒有紅燈 路上有行人經過斑馬線的話 那基本上車子也會完全停止等他們經過喔 我想泰國應該是沒有什麼行人暴王條款吧 對青脈稍微了解的人應該會知道 其實像我們這樣的外國人喔 在這邊怎樣都離不開古城的範圍 所以各個景點喔,隨便一找 幾乎都在古城的附近 雖然說是泰國第二大的城市 不過青脈的高樓大廈就沒有那麼多 整體的街景給我的感覺就是有一種在越南塑莊的感覺 這對於我這種比較喜歡慢活的人來說當然是比較好的 畢竟生活機能完全都是齊全的嘛 水電這種東西應該是不用特別講 那網路也超快 要買什麼也買得到 但又沒有那麼擁擠 重點是天氣很疑人喔 要是哪天有下雨的話 騎車的時候還真覺得應該要加一件脖外套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繞這個圓塔嗎 因為我們騎過頭了 我們騎過了小防塗牆 這是這個 好傳統 我跟我想像的有點無臺一樣 跟我在YouTube的上面看的有點無臺一樣 這個是不是單純道? 現在不是吧 我們要走嗎? 可以啊,大概走一下 好像果菜市場 喔~~ 可以啊,大概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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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下課 現在四點鐘 大概還是很熱 現在新賣33度 太陽直照 的情況下真的非常熱 很熱,但是沒有到 不舒服的熱 來逛一個傳統市場 喔,對 45耶 不是55耶 哦 更好了 是不是 他榴槤不貴耶 100而已 等一下我回來 要買榴槤跟那個 紅毛丹 對 是 對 以前 屋 我也想像 先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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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OK 大功告成 中文字幕 李宗盛